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叫什么呢 转换器与预估器 那么这个中文名称呢 并不一定啊非要叫预估器 后面的人会说也可以叫估计器预估器都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转换器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想想我们之前或者昨天就在做特征工程的时候 我们特征工程做的这个步骤是什么 是不是直接实力化一个我们的这个特征工程的一个API 然后直接调用feet干transform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两步就能够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个转换了吗 哎非常简单 那我们在讲feettransform的时候对吧 把这个数据进行转换的时候 讲过这个feettransform 好这个feettransform 哎同时我们还会讲到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feettransform 还有什么feet 还有什么transform 哎是不是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吧 那这些东西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就是因为以前的版本或者说这个提供的便利API的问题 那feettransform的作用是什么呢 输入数据是不是直接转换了 对吧 将我们的这比如说标准化之前的数据输入进去 转换之后是不是这个数据的范围变小了吧 就是变缩小了对吧 所以它的作用是输入数据直接转换吧 好 那你再去用这个API的时候会发现还有feet还有transform 其实呢feettransform的作用就等于feet加transform 那我们这里写个加号那feet的作用是什么呢 输入数据 就等于是把数据先输入进去对吧 输入数据 但是注意了输入进去它干事情吗 不干 不转换 比如说但不干 但不做事情 比如说你输入这个比如说把等一下我们会演示一下对吧 把数据输入进去它不会转换 你想转换的时候怎么转直接调用transform就行了 对吧 这里是进行数据的 转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你输入进去一堆这样的一个数据对吧 比如说我们以二维的二二维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给一个几个样本 二十三 好 这里是什么三个特征对吧 再来一个样本 再来一个样本 比如说二十十九 四五 比如说这两个东西输入到这里面 是不是直接把这个东西转换成一个值了吧 哎我们可以直接到另外一个新的值吧 好 那当我这个东西输入到这里面的时候呢 他干嘛 直接去先计算一些东西 比如说计算他每一列的平均值 或者计算每一列的翻差能不能计算 哎他可以做一些前提 计算一些平均值 或者说一些翻差等等等等 还有如果说你是去进行规议化 或者说你是去进行这个特征抽取 是不是他可以先统计这些词的列表吧 哎先囤一知道 当你想要转换的时候 再把这个数据再输入进去 注意了还要输入一遍 输入到transform的这个API里面 输入到这里 才会进行根据这些东西 把它转换成值 能理解吧 所以我们一般的使用 就使用beatertransform就行了 能理解吧 好 那我们具体来看 那如果说有了feedtransform对吧 我第一次转换了 那雕字再去转换 怎么办 哎我们先来演示一下这个结果 好 那我们首先呢把这个导入一个啊 导入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工程的一个API啊 可以吧 我们导入比如说叫preferencing啊 就是这个标准 标准化 sstandard scala 好 那你是不是第一步实力化这个东西吧 啊 s比如说s.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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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ard tand 我进行转换 所以这个值是不是经过标准化转换之后的值吧 哎 计算你第一列特征14 它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抽一下 然后第二列2和5的平均值标准差 抽一下 好 那先呢 我们再来看feed和transform 先不用这个s吧 我先不用这个s 我在实力化一个ss等于等于standard scala 好 那我同样ss和s不一样的吧 ss电feed的数据 我还是使用这个二维的数据进去 好 看一下我feed进去了 那这个结果 没有结果吧 哎 同样你还要注意了 你还是要对他进行转换的话 是不是还要输入进去啊 那你所以你要调用什么transform transform 好 哎 这两个结果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说明他的作用是一样的吧 好 这是第一点 你要知道feedtransform就等于feed加transform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点 feedtransform 你是如果你把它转换的时候 是以什么标准 是不是以他里面的每一列的平均值 平均值和标准差距转换他的 好 那现在我们看啊 你现在转换他是不是以他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转换了 好 那我现在ss点feed的改一下啊 我现在改一些数字 我不是这个样本了 我改成别的对吧 比如说234 456 457吧 好 现在你这个平均值和标准差跟他一不一样 跟他每一列平均值标准差一不一样 不一样啊 注意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先feed他 好 那接着我再去转换123456 注意看一下他的结果 还是不是刚才这个值了 是不是刚才值 不是 说明feed的做什么操作 说明feed的就是去计算你当前这个数据的一些平均值的标准差 或者如果是你是文本特征抽取的时候 是不是以当前这个文本去计算一些词的列表吧 然后以这个标准 注意了他求2和4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去把这个1和4进行转换了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 这两个结果不一样 就是因为feed进去了之后 你的标准感 原来你的标准都是什么 我们这写一下 原来你是123456对吧 比如说是123 我们是一个二位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换行 然后来一个456 好 这是你刚才feed进去的这个数据吧 那feed的进去我们说干嘛 他要计算一下你每一列的平均就标准差 比如说他计算一下这一列每一列的平均标准差 我们就不算了 这里比较麻烦对吧 平均值多 一加四零点一段 二零五对吧 第一列的 第一个特征 我们就理解第一个特征 二零五 第二个特征 三零五对吧 第三个四零五 那当然这正好是点五啊 然后是不是以这个标准去转换哪个数据啊 是不是转换123456吧 是不是对他进行转换 这个公司还记着吧 X等于X等于X等于X一匹等于X减去命除以C他吧 标准差是这样去转换然后求这个值然后求这个值然后求这个值然后求每个值都要去求对吧 那现在你费到了他进去是不是计算他的平均值标准差哎我们复制过来啊 是以他这个标准里面的平均值标准差去计算的那我们来算一下这里是多少啊 第一个四加二零六除以三第三个四对吧 第四个十一除以二五点五 那也说是以他的平均值还有标准差是不是对他进行去求啊 那你只要带入那个公式是不是既然你的平均值标准差都不一样啊 是不是你存出的结果是不是一个是这种结果一个是这种结果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Feed和Transfer都在做什么事情 你理解吧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一般第一个你肯定直接FeedTransfer进去就行了吧 如果还有数据你要进行转化 你就直接调用一下Transfer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要再调用FeedTransfer或者是Feed了吧 因为你这样的话调用Feed再次调用Feed你的标准是不是改了 你的这个计算的平均值标准是不是改了 对吧好那这个我们后面遇到具体例子 再继续强调对吧 所以这地方你要记住这两者的区别就行了 好那所以一般呢我们只要使用FeedTransfer就行了 FeedTransfer对吧 他一次性就能够直接转化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转换器对吧 这我们讲的这个特征工程呢 我们称之为这个实例呢称之为转换器 那这里面调用FeedTransfer对文档建立分类词品矩阵的时候不能同时调用 这里我们稍微先解释一下 等一下你不能理解的话没关系我们有具体例子去转化 如果说对吧你现在建立词的列表 对吧你输入数据对吧把你很多篇文章 假如说文章一 文章一和文章二输进去了 你FeedTransfer之后是不是有一个词的列表啊 是不是有词的列表 好你FeedTransfer之后你再次Feed啊 是不是如果你再次Feed其他数据的话 比如说其他数据文章三文章四 那请问用文章一和文章二建立的词的列表和用文章三和文章四建立词的列表一样吗 不一样吗 因为你Feed进去是不是已经标准变了吗 所以呢我们后面会说这个地方要注意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Transfer讲完了对吧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估计器了 这个估计器呢就是我们算法的实现 那在Cycline当中我们使用算法就使用这种估计器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色 它干嘛呢是实现一类实现了算法的API 那我们的转换器是实现了什么 是实现了特征工程的一些API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个是实现了算法的API叫Instimpt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API都有哪些呢 有分类的估计器 是不是有分类算法 有Neighbours Neighbours 还有什么Logic的Regression Retreat 是不是对应的我们要讲的这些算法吧 还有什么呢 回归的 那我们有现金回归 领回归等等 那还有剧类 当然我这里没有写了对吧 那剧类也是一种估计器 那所以我们要使用算法去做这些预测的话 是不是直接使用这些API就可以了吧 当然难点在什么呢 你如果说这个开发这个 比如说你做这个Web玩的对吧 你这个要做一个支付接口 那你很简单 你去看一下这个支付接口 翻面的一些API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了 但是如果让你直接看这些API 你不一定会去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门槛在你这些API里面的参数 在于这些每个算法 每个算法API里面的参数 单中的参数 这些参数并不是说你直观理解 比如说你做支付对吧 传入多少价格 或者传着你的地址 你的什么一些东西对吧 你都知道传什么东西 但是这些算法的API 并不是传这些东西 而是传算法的一些参数 或者算法当中的一些属性 你理解吧 所以你必须得把算法搞清楚了 知道算法当中有哪些参数要传的 是不是就可以啊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作为这样 机器学习开发的时候 它的门槛高在这里 能理解吧 你API并不是简简单单说 我一看我就会用了 你得把算法搞懂才能用 那我这样的一类实现了算法的 叫什么呢 估计器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下 我们的估计器 估计器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 首先明确一点 我们现在数据 是不是已经划分成了训练节和测试节吧 训练节 好 还有测试节 好 那所以意味着 你去建立模型 是不是用算法 建立模型的话 是不是只要把训练节输进去就行了吧 好 那我们先来画一个 比如说这里就是我们的估计器 STMATUR 这就是我们的估计器 比如说特指的带着某个算法 对吧 就带着某一个算法估计器 好 那首先估计器使用的这个流程跟这个什么transform其实很简单都一样 只要调用两步 第一步 你既然训练集 那你里面包含了什么 训练集里面包含了什么 是不是有 特征值和目标值吧 有extreme 和 外竿 是不是有这两个东西 好 那我这两个东西是不是要输入到这个算法当中 我直接调用一个feet就行了 注意到这里也是一个feet 第一步 你只要调用feet就可以了 调用feet 那么这个feet呢 就直接feet feet 把你的参数传进去 x tree y 感觉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算法就能够直接利用这里面的数据干嘛 建立模型去计算 你理解吗 好 当我建立模型之后 我们还干什么 需要什么 是不是要评估这个模型怎么样啊 哎 或者说要预测结果吧 是不是要预测来一个位置数据 我要预测这个类别 是不是要预测一下 哎 那我就有extreme的里面呢 第二步 我们要干什么呢 可以去啊 输入 输入 输入的预测数据 就是测试级的数据 哎 那这里面你可以把这个测试级数据拿过来 测试级数据呢 进去 对吧 我们把这名字呢 改一下 test 这里也是test 好 输入进去 那我们也提供了两个API 这里面呢 直接是啊 预测的时候 第一个API是什么呢 直接predict predict是什么意思啊 中文名是不是就预测意思啊 哎 我是不是把测试级里面的特征值 s干test输入进去 他就能预测你的目标值是什么 能理解这一部分什么意思吧 是你把特征值输入进去 比如说你是做回归 特征值输入进去 他是不是预测一下你的房价多少 是不是给你一个具体的房价的值啊 对吧 好 那还有一个办法叫什么呢 哎 还有办法叫sco 一般的自带的在所有API里面 都基本的都含有score 这个score是什么呢 要查看你预测的准确率 哎 你可以去得出预测的准确率 预测的准确率 那你要传什么呢 s干test y干test 为什么这里又要传一个y干test 是不是要对比一下吧 哎 他预测是零类别 那你真实的是一类别 是不是就错误了 如果他预测的是二类别 你真实的是二类别 是不是就预测正确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预测的时候 应该有预测的类别 还有你一个真实的类别 去比较吧 对比 哎 看一下准不准确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 estament的一个流程 或者说就是estament 怎么去使用 就这两大步骤 一步输入你的数据 当然你的参数 这个实力化的时候 肯定有一些参数的 对吧 这个我们在讲 每个具体算法的时候 再说 哎 第一步 你只要把训练节 输入进去就行了 那具体算法 他就干具体算法的事情 对吧 那第二步干嘛呢 你就可以去预测结果了 直接预测结果 然后呢 直接去 或者说你想得出准确率 直接调用这个行数就行了 好 那么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OK